身拔体坛三层皮一针进行看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猪来球 今天胖猪跟个球迷弹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国拼 我们知道目前国拼即将踏上东京奥运会的征程了 那么就在即将出征之前 其实对于国拼来说我们也是有一分隐忧在里面的 因为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 我们将会面临着五个项目的征金 那么新增设了混双这个项目 那么让国拼身上我们包揽所有金牌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那么同样说到这一次的奥运征金 其实我们在此前的奥运模拟赛 在奥运的测试赛 包括我们此前的奥运会的冲刺热身赛上 那么我们国拼的这些出战奥运会的这些将士们身上 看到了很大的压力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状态的波动起伏 那么如果说这种状态的波动起伏 这种压力带到了奥运会赛场上的话 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征金之路将会变得更为坎坷 因为我们不可否认 国拼在这一次我们来到东京做客 那么我们首先最大的一个客观性的敌人是谁 那么首先那就是对手日本国拼 对不对 日本乒乓球队 他们的这些队内也是高手云集 这是我们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但是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们国拼目前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对手是谁呢 肯定也不是日本 那是谁呢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能够迈过自己这道心理观 如何能够把这个压力甩掉 如何能够充分的摆正心态 放平心态 让自己最强的实力发挥出来 那么届时我们不管是打日本也好 打韩国也好 还是打欧洲球队也好 我们打谁 建一个就得灭一个 对吧 这就是我们国拼英武的姿态和实力 现在前提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包袱给卸掉 如何能够打出自己的英武水平 这是非常关键的 对吧 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东道主日本 其实他们也是欺人太甚 那么他们在这一次的一个乒乓球的规则上 也是改变了很多的一些细节 是吧 包括不能吹球 不能摸球台 但是呢 面对着这种困难 面对着重重的这种心理压力 其实呢 国拼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需要积极应对 那么近期呢 其实尤其是大家发现了 我们在过去在山东危海 组织的这些内部的热身赛 就能够看出 我们有一个单向 女单这个环节上 陈梦和孙颖沙 这两个人啊 表现的是非常的低迷 那么刘国良也是给他们安排了 几个在奥运会上 即将要面对的一些对手的 技术特点的球员 来模拟竞争对手 来给他们进行的 安排了一些热身赛 结果的两个人 也都是联手纷纷的输球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刘国良 他也是使出了一个妙招 那么为了能够帮助 陈梦和孙颖沙 卸掉他们身上的 这个包袱和压力 那么刘国良也是主动的 给这两个人 是吧 刺激了一下 用一句非常听上去刺耳的话 是吧 刺激了两个人的一些压力释放 那么同时呢 还让两个人被泼了一盘冷水 刘国良怎么说呢 刘国良说 我之所以用你们两个人 正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没有压力可以背 对吧 因为我要说你们不是世界冠军 你们连世锦赛的冠军都不是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们两个年轻人 都背上压力了 那么我倒不如用那些老将了 因为老将可以更好地调节自己 对不对 很显然刘国良这番话 也就之所以能够揭露出来 此前大家说 为什么这一次奥运会 要用陈梦和孙颖沙两个 没有奥运会经验的新人 对吧 那么如今刘国良 也通过他的这盆冷水 给大家揭秘了 那么正是因为看中了两个人 是吧 都是新人 没有过奥运会大赛的经验 没有过奥运会夺冠的经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准了两个人没有被压力 所以说呢 才用了你们两个 这个时候你们不需要被压力上场 你们就是放手一搏 对不对 那么刘国良通过这番话 也是很好的给陈梦 孙颖沙 泼了一盆冷水 更给这两个人刺激了他们一下 让两个人很好的卸下来包袱 对不对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不仅是刘国良在刺激他们 就连中国女拼的 这个主管教练 李笋老 是吧 他也是在近期说了一句更绝的话 那么面对着外界 大家大肆赞扬 说陈梦世界排名第一 说陈梦是我们中国女拼 现在的领军人物 对不对 但是呢 李笋说了一句什么话 说陈梦现在他还达不到 我们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 这四个字 他还配不上这四个字 对吧 配不上这个容易称号 他的这番话说出来之后 大家感觉到可能有点绝情 有点绝 但实际上也是一盆冷水浇下来了 你们两个人通过刘国良和李笋的 这两盆冷水浇下来之后 可以很好的刺激出你们的状态 让你们卸下包袱的话 如果说真的能够在奥运会上 实现登顶拿下金牌 尤其是横扫掉一腾美城的话 那么或许才能够让你们有机会 朝着这个领军人物的目标 往前迈上一大步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卸下包袱 努力的以我为主 争取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来拿下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女担的金牌 甚至是我们要把这五块 所有的金牌全都带回家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我听听没听 聊到这儿球